在江湖中长旗,在江湖中快乐 各位持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 我是慧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18佛胜杯维持团体赛的一盘对局 由我迎战日本的佐藤先生 佛胜杯是一项非常有意思的比赛 在中国台北进行 共有来自中国台湾的29支队伍和日本、泰国、上海青衣三支特邀队参赛 佛胜杯应该是中国台湾骑手最最受关注的一项比赛 它结合了职业和业余 他们的赛制非常有意思 第一台因为职业台,由职业骑士担任 而二到五台由业余台 二到五台的美轮比赛可以排兵布阵 因此美轮比赛的偶然性和趣味性非常强 好,我们现在进入这盘棋的对局 佐藤光使是日本业余界非常有名的一名后起之秀 现在实力应该也说是非常强 属于日本顶尖的行列 这盘棋我直黑此 因为日本队的综合实力也非常强 女骑手是可以放在业余台 日本队因此而引进了赵慧莲 韩国的著名骑手赵慧莲作为外援 另外他第一台是骑魂的原型 赖户大树 所以说整个日本队的总体实力还是非常厉害的 而我是作为中国台北骑士协会队的内员 来参加这个比赛 而没有代表上海轻衣队 这也是我们的这么多年有意的一种体现 实际上把这不拖先稍微有点问题 我拖这个的是因为我也觉得 日本骑手可能对AI的下法研究的还比较少 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讲过平岗聪先生的骑 日本的平岗聪应该是顶尖的骑 他的一些下法也还是比较传统 所以我这部拖也有些意思 看看日本骑手到底对这个局部研究的怎么样 但实际上他果然就选择拖先 而没有选择这个复杂的变化 这个变化我们讲过特别复杂 顶完了白痴退 A7冲 而且挡 A7断 或者断这个都可以 这个之前我节目已经有过介绍 今天我们这里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我们就此略过 白痴抢个脚以后 对于拖先 当时我记得黑棋搬这个 说这个战斗应该是黑棋有利一些 我只记得这个定论 但是下过几盘实战以后觉得未必如此 尝 白痴尝 我记得我有一盘实战是和中国的赵岩下的 赵岩也是我国的一名著名的业余高手 他对这个点33应该说研究的非常透彻 研究到他非常少见 他这个黑白痴都喜欢 就下白痴他走心会点脚 他也是要飞 而下黑痴的话也特别喜欢点33后一拖 可见他对这个局部应该说研究的非常透 如果顶 顶是第一杆 再挡 白痴走这个 黑痴其实现在有多种选择 光长这个的话有点勉强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的变化 白痴管 首先黑痴如果跳的话 白痴靠出 黑痴冲 打吃 白痴一尝 这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明显黑痴气不够 黑痴如果贴 这不解决问题 白痴打吃 走一般 这个图明显是不太行 黑痴明显慢一次 那么有的痴有可能有疑问了 我能不能把这个痴给紧住 扳 这样的话白痴单靠的话 这痴就不成立了 这白痴明显气不够 白痴不好的话黑痴吃 不过这是白痴有先断的变化 先断好手 黑痴如果吃这个的话 白痴轻松跳出 这时黑痴就不能冲断了 冲断被白痴打吃 就明显崩了黑痴 只能打这个 打这个白痴走 这个黑痴爬 白痴只要单拐 黑痴长 白痴再挑出 黑痴依然无法冲断 这一旦不能 黑痴如果拿不住这块白痴的话 这脚上是一个经典的死活 那就大猪嘴 走 斑点 对吧 这个是一个经典的大猪嘴骑形 黑痴是有死活死活问题 那一旦白痴跑出以后 黑痴脚上还欠一手棋 那这有点 黑痴有点受不了 那于是 黑痴只能想办法 黑痴只能搬这个 白痴管 这会形成一个特别复杂的变化 黑痴长 白痴爬 黑痴长 黑痴这时都无法搬下 白痴这一段 因为白痴有冲的一个先手 冲了一段 黑痴吃不消 只能走 白痴再走 黑痴这个时候搬下 也具有相当的风险性 白痴打了一场 尤其在这里有子的情况下 还是很危险的 所以综合来说 白痴 黑痴估计只能弃子 但妻子的话 这骑被搅吃的话 还是白痴满意 那这样的话 黑痴只能在这时候搬上 这时候搬以后 变化特别复杂 白痴走这 黑痴长 白痴长 黑痴只能在这 想办法先坐货这里 或者飞 或者尖 那白痴在这里 还有一站 这个变化 双方都非常凶险 再压 这是一个双方都非常凶险的变化 所以跟这里有没有子 还是有直接的关系 那么其实黑痴也可以考虑 先在这靠一下 靠一下 做一些准备工作 白痴如果在这里 跟着硬的话 那黑痴再在这一查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起到了一个坚硬的作用 随着黑痴还可以尝一下 有了这两个接应 黑痴就能尝了 白痴再靠出去 冲断 不着急 封不住黑痴这三个字了 但白痴可以先走了 抢个先手 把这个扳了 这样的话白痴还可以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这脚上主要欠齐的一个原因 这样走的话 应该是白痴还可以 因为吃不住 黑痴马上补齐 而白痴这里就有所收获 所以我觉得这期黑痴 还是应该走完 先靠了再定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但这么下应该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还是应该这样下好一点 实际上我走这个单顶 还是有些过分 当然在当时的AI里面 当然这盘其实下在去年的10月份 2018年的10月份 在当时的下的时候 电脑是特别推荐这部棋 但最近的一个最新版的 里拉迷你那个版本的话 就不太在推荐这部棋 走这 他认为这个战斗 黑痴还是很危险的 黑痴并没有把目 实际上白痴走这个时候 我当时觉得 对手可能对这个变化不熟悉 走成这样 肯定黑痴赚了 但即使下成这样 黑痴也是便宜的 非常有限 因为白痴取得先手 我们可以看一下手术 这里手术黑痴九个子 白痴把黑痴多了一手棋 多了一手棋以后 下成这样 白痴这里还有余味 应该说并没有想象中好的这么多 总体来说应该还是黑痴便宜了 还是白痴这部棋稍微软了一点 如果选择基站的话 那这个肯定双发更为头疼 压力都更大一点 黑痴飞 实际上这个站空脚略有疑问 因为这站完空脚以后 这个好点过于明显 黑痴肯定会挂这个 我是认为白痴应该模糊一点 因为这里价值还相当大 尤其白痴这里还有各种先手 甚至在这走一个都是先手 那白痴可以考虑一手站脚 腥味或者三三都可以 走这个的话 黑痴如果一旦这里成是黑痴 将来比如说飞压 飞压我还插一个 这里的一个配置还相当理想 实际上白痴尖冲 这一代双方可以说 在上边的一个战斗中 可谓斗智斗勇 黑痴实在不飞压 是担心白痴先在这走 白痴估计会在这抢一个 走黑痴飞或者爬都可以 然后再走这个 这估计白痴会一顿 甚至尖点一个都有可能 会做一些变化 实际上白痴 黑痴先爬一个的意思是 我先想把方向选了 这其实涉及到一个 上边的一个双方构思的 一个想象力的问题 我意思是爬完这个 我先把方向选了 你如果走这个 我飞 那就等于是在这个时候 你选择这个刀 我更愿意走成这样 白痴如果爬 黑痴长 白痴跳 我更想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黑痴顺势压过来 白痴效率并不是特别高 因为我觉得这里的价值 还大于上边 实际上白痴显然 也是想走成这样 白痴也是想放弃上边 而重视这一块 先拐了一下 但这样的话 这一手交换应该还是便宜了 比这样的话 黑痴能爬到一下 应该还是便宜了 甚至白痴拐的时候 黑痴很有心情飞一个 黑痴是有飞一个的可能性 实际上拐是想强调下一手 不想让白痴脱歇 如果白痴这跟着搬 那黑痴能抢到这下特别大的挡下 这个挡的价值也是远远超过大场 是一个极锁 所以黑痴特别想挡这个 而如果白痴脱先的话 黑痴如果搬起 比这个效率肯定要高 所以这个是 双方在这一代 应该说是 萨费苦心吧 实际上白痴就选择爬 当然白痴也可以考虑走这个 走着黑痴走 黑痴估计也是得抢先手 这应该也是个两分 白痴这一代收获也是比较大的 将来利益都是先手 白痴是选择爬 黑痴长 这其实就是涉及到一个想象力的问题 白痴跳不肯 因为跳完以后 黑痴肯定会连着压 黑痴肯定会连着压 这里已经走的双方都没有价值的地方 白痴不愿意再花手术 但实际连爬四下 我觉得我也并不是特别认可 现在这样的话走成这样一个结果 黑痴将来拐几乎是可以堪称先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从局部上来讲 白痴确实可以活 但活得也太惨了 白痴一靠是可以活的 小接的话局部是打劫 黑痴有搬 沾 白痴挡 黑痴有搬进去强行打劫的下方 这是一个结针 白痴要确保近活的话 只有靠这一手 黑痴走 打吃 白痴粘不行 粘的话被黑痴加一下一爬 这白痴基本上就死了 白痴只能打吃这个 所以再利一个 黑痴不能这么杀 黑痴这样杀的话白痴扳 白痴不要扑 打吃这个是好奇 这样黑痴是个接不归 黑痴只能补一个 黑痴只能领补 那白痴扳了一粒 这个图从死活体的角度讲 确实白痴是做活没有任何问题 但如果从一个实战的角度讲 这白痴太残了 黑痴拐完以后 白痴木树还不如黑痴这里木树多 而且黑痴这里外围特别厚 这个图白痴是基本不能接受 这一手先手飞的价值 估计它先手15摸以上 所以黑痴拐的话 白痴只有斑 白痴只有飞补 把这棋给活了 活了有实木齐 走一个黑痴木树比白痴多 这手棋的价值先手15摸 那太大了 那接下来黑痴扳 这个配置 这个间隔 黑痴还是非常满意 但白痴就显得特别的无趣 白痴如果扳的话 就显得特别无趣 黑痴将来往这一飞 白痴还要往这下起 那这一代 这个子和这个子的效率 就特别低下 那从这样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成为这里已经成为了黑痴的单方好点 黑痴走在一半 这个是黑痴特别大的一个地方 但白痴走价值小 那在这一代的一个 双方的一个构思中 无疑黑痴占据了一个上风 应该是黑痴比较满意的一个结果 而且白痴现在走这个也有所担心 白痴飞这个或跳着 长方以后不敢走 走的话黑痴一拐以后 这个冲断还是很严厉 所以这一代 从总体来说 应该说是黑痴得分了 但局面应该说 还是处于同一起跑线 只是黑痴更为好下一点 拆 走 一间底夹 这都下得很好 白痴如果脱退的话 稍险无趣 黑痴这一夹的位置很舒服 这个白痴不能完全把自己当做后事 因为当做后事的话 将来这一夹的话 这不是后事 马上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被攻击对象 黑痴加白痴如果吃 黑痴就往上一传 就白痴还没有活 而黑痴这里成功打出一块 应该说是黑痴理想的 而一旦白痴如果要跑估奇的话 那黑痴就通过攻击 顺势把这块空围上 那这个白痴很快就要输了 这不是形势落后的问题 就很快就陷入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 所以这是白痴一定要通过夹击这个子的时候 还要考虑要兼顾这一块白痴 这一代白痴自然厚了 黑痴自己如果要成功的话还是非常困难 如果走这个白痴就打入 因为白痴可以看这些有先手 这一代都是游子 一旦白痴这里厚了 那黑痴自己唯控就困难了 而一旦白痴这块痴如果自己成为一块枯齐的话 那这块黑痴自然而来就成为实地 这就是这盘痴应该说是目前的重点 这才是这一代的战斗中必须要考虑到这一方面的因素 黑痴退 白痴如果虎的话黑痴小尖 接下来AB两点必得其一 这两点必得其一 白痴如果飞的话黑痴飞 白痴跳黑痴还有扳的手段 这白痴有点困难 而如果飞起的话黑痴点一个 这白痴也被压得比较低很难受 如果走成这样的话 白痴靠这个的话有点难受 这黑痴随便走一走 这白痴紫消都在低位那很没意思 所以白痴飞起 这也是积极的一手 黑痴压 黑痴这是尖不行 尖白痴就跟着飞 其实主要看这一手 黑痴加 如果白痴只能忍的话 那这个黑痴肯定满意 下成这样肯定满意 但白痴会唬 黑痴冲 白痴冲 因为有这个子的关系 这个战斗黑痴并没有把握 接下来黑痴如果直接战斗的话 白痴一跳 这黑痴太酷了 快感觉要死一块的样子 如果中旋一下的话 也并不是怎么好下 再一段白痴小尖也可以 长也可以 如果虎的话白痴就跳 或者打吃 依然是黑痴比较困难的局面 所以在这一段 尽管很想加下去 但因为白痴这里有子 这里也有接印 再加上这一块已经安定了 所以还是不太敢 实际上黑痴靠 白痴退 这个时候其实黑痴应该要动点脑筋了 首先搬这个是断燃不啃的 当然这个以后黑痴要做火的话 只能这样委屈的做火 这肯定是效率太低了 黑痴还是想想点办法 当然直接打入的话 觉得这个战斗有点勉强 白痴一跳 黑痴这块痴毕竟也没活 如果打在这的话也是 其实也是可以考虑的一手 这个打入 但当时还是觉得 黑痴还是比较好下的 也不是想想的这个过于乱战 这样的一个战斗 确实谁都有点搞不清 白痴吃一下再跳或者怎么样 而实际上选择的一个是 比较简明吧 应该还说比较简明的下方 先走这个 有一个接印以后走这阵 意思是你这白痴就想把你压迫 压缩 你如果想愿意这样回去 这白痴爬肯定不行 如果愿意这样回去的话 那我这企业挺简明的 我就这走走 就走在外面 跟这里有个配合 顺势把这个安定好 这样应该也是可以考虑的 但白痴 佐藤那个还是非常有实力吧 像这样的选择 他肯定是不愿意 冲 如果直接断的话 这黑痴 白痴未见得有把握 黑痴能挡下 因为这个打吃是绝对先手 这个白痴并没有把握 实际上白痴先搬 头是问路 然后这个时候 黑痴加是一个好的时机 这也是之前监通的时候准备好的 白痴如果忍 黑痴 那有了这个字的先手以后 黑痴挡下 甚至断 都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 黑痴加的话 白痴不能再像 而如果之前黑痴加的话 白痴肯定会走这个 这样的话 黑痴是有损失的 损失在本来 我这个班是先手 眼形上损失不少 眼形和目处都有区别 所以一般不加 但在这个时候加正式时机 白痴有了 这个班也会加正式时机 白痴只能冲 黑痴在顺势沾上 黑痴这是不能贪吃 贪吃就失去大局了 白痴就把这连上 这白痴这已经固落金汤了 而黑痴外面这些子 都成为了废子 必须把这个先沾上 白痴显然没有空把这个吃了 白痴肯定要在这处理 单管 单管也是很有职业感觉的一手 如果走这个的话 黑痴长 白痴吃 即使吃了也未必便宜 黑痴要打吃一下 白痴提 黑痴把这个吃了 这也未必便宜 况且黑痴还有不放过白痴手段 先打吃 提 再长 这个也令白痴十分的讨厌 这个图白痴太困难了 所以单管 黑痴长 这一弹 白痴的防守应该也说是非常精彩 在一打吃 尽管黑痴看上去很花哨 但实质上 黑痴效果也并没有特别的明显 白痴的防守还是相当精彩 下成这样应该说是一个大致两分的局面 白痴一虎 走之前先吃了一下 白痴可以看 白痴打吃不气 其实这起白痴可能还是应该吃这个稍微好一点 吃这个将来被黑痴跑出来还是有点被黑痴反击的感觉 下到这个时候其实上边的价值还很大 在这个时候黑痴能抢到先手 抢到这个管应该说还是可以满意的 继续保持着优势 因为有了白痴这一代白痴吃这个货车 因为有了白痴这一代的战斗以后 黑痴在这里形成大模样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太可能了 就大大变小吧 那这样的这个时候 白痴在这里多个子 也没有什么可惜的 黑痴毕竟取得上边的一个补偿 这里大家就看清 因为本身白痴我们刚才讲过 白痴这里都有先手 黑痴本身要做大模样 有了这样的接应 黑痴这里要做大模样还是很困难 因此把重心就渐渐转移到了上边 这个斑本身价值就非常的大 黑痴此时如果实战一点跟着违控也可以 但病是更想强调这里的打入 白痴断 因为这棋白痴从实地上来讲是稍微有些吃紧 如果对这一块黑痴没有一些追究和惩罚的话 这棋全具实地还有点吃紧 如果简简单单如果是在这补一个 黑痴甚至将来一旦连后了以后 这里还有可能跑出来攻击白痴 所以白痴这部也是抢攻的一手 黑痴打入 当时打入这个时候觉得挺得意的 因为白痴很难硬 白痴如果要联络的话 黑痴就算这票 在小间处了 这一代黑痴很容易掌握全局的主动权 因为白痴这一块其实也没有完全交代干净 这一代黑痴提罗是先手的话 这压也是先手 一旦被黑痴连上的话 白痴下面还得自己忙做活 另外这一块 大家一旦对跑起来 黑痴就能显示黑痴这里的后卫和这里的扎实 这个战斗还是很有利的 实战这一手其实也充分体验了 左疼的是一个实力吧 大局为重的一手 宁愿放弃点实地 黑痴尖 白痴就一挡 就把这三个给弃了 放弃实地以后 静音这一块 但实际上我认为这两个交换 黑痴应该已经不亏 就算白痴将来搬过的话 黑痴就搬出 对这个扩张上面还是有帮助的 同时白痴不能吃这个 吃这个如果长的话 这已经一手就被搬死了 而如果搬这个的话 黑痴又算打吃就不占了 再把这一搬这白痴也受不了 所以白痴要走的话只能淡搬 淡搬的话 黑痴就留有这个吃的一个先手便宜吧 所以综合来看这两个手交换 黑痴应该还是不亏 但唯一的缺险是白痴多了这两个字以后 对这里的压力更大了 那黑痴显然就是要先处理一下这一款 而不要着急吃 吃的话一旦被白痴 这里一带整形以后 在这什么 在这中间放一个 这次再要活的话 风险就要大很多 实际上黑痴先把这个木树捞掉 因为被白痴立下价值还很大 再压 这里黑痴每边其实都是不是一定要非要要 尽管木树很大 但不是一定要要的 随时可以弃 白痴供一下 黑痴顺势把这跑一下 一方面是主要也对白痴施加点压力 同时也降低这两个子的一个价值吧 就让黑痴这块痴变得更轻一些 其实黑痴这时 仔细想一下黑痴这时自补一个也是可以的 甚至这两个不交换 先把自己活干净 走完这个黑痴眼形都出了 这确实也是个奇心的要点 我觉得这样补一个 应该说黑痴也是不错的一个局面 实际上走完以后白痴这手其实很敏锐 第一个破坏眼形 第二个说你如果不走的话 再给我走一个吃了还是非常大的 黑痴肯定要处理 接一个本身是有点亏 本身不走的话 黑痴就加了一打 甚至拐各种先手 接完以后黑痴是里和外的交换 但为了联络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到局后检讨 黑痴这部可能还是应该跳一个比较好一点 但这个应该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下沉这样应该还是黑痴明显优势的一个局面 这两手是白痴先手全力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 其实优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一开始的优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黑痴打吃是一部四小时大器 看上去只是受了一个十几目期的关子 但实际上潜在的东西还是特别多 这其实跟眼味非常有关系 接下来黑痴可以走这个 再挤 再一段 这黑痴留有这样的手段 即使白痴贴到一下也不解决问题 黑痴走 这白痴外面就薄了 所以黑痴团的时候 白痴估计这两个字就不能要了 不能要的话 这个棋是对黑痴整块来说 基本上就已经成为一个火星 所以这手棋而且但被白痴走的话 白痴本身就有15目棋的价值 而且黑痴走完以后将来一沾 白痴整块也没有活干净 而黑痴这如果打完以后下面木数也非常有限 所以这部棋的价值其实非常大 像这样应该还是黑痴不错的局面 白痴扳 是全局最大的一个地方 然后黑痴一部一个脚印 再把这个沾上 这彻底就把这块机安定了 白痴长 这也是自重的一手 日本的业余骑手 包括日本的职业骑手也是 他们这些方面确实他们强项 即使落后的时候都不着急 先把战线拉长 这部确实是非常理智的一手 如果不走到黑痴一般 连整块白痴都非常的薄 我再走 黑痴 再走 黑痴 长 白痴冲 黑痴挡 这个时候我认为白痴 无论如何要断了决一死战了 尽管这个战斗还是很凶险 对于白痴来说 但这肯定得想点办法 这再不想办法 这痴几乎就已经是安乐死了 白痴在管 这真的要让黑痴说 一定要把这个白痴杀了 也是有一定的风险 尽管从死面上讲 肯定还是白痴挺危险的一个局面 但白痴也只有这样才能一争胜负吧 再跳或者再飞 这样的话还有一点机会 但从实际上结果来看 可能是还是他的一个选择更好一点 但就其论其讲的话 我觉得这次白痴是应该要拼了 白痴战 这手痴也太有血了 他还是要加强 因为担心黑痴往这一代走痴 这一代走痴白痴整块不活 这个不慌不忙 那实际上黑痴碰 白痴长 黑痴虎 白痴一搬 白痴不能不搬 白痴如果继续走这个的话 背痴一长 这也有先手十几目的价值 白痴一搬 黑痴一爬 爬也是极大的一个地方 白痴直 黑痴又靠住 黑痴就非常高效率 几乎没有花手术 就把上面给围上了 我们这是可以判断一下形式 这个基本上黑痴有 白痴将来虎 黑痴打持着顶住地形 基本上这样 白痴搬了算黑痴力 七八九 十九二十二一 二二二三 二四三三五 四十一四二四三 四八九五十五一 这里藏着的黑痴 至少那几 有七八九十目 就如果被白痴走 黑痴补一个 这里算个三四目没问题 黑痴有五十三四 五十五 五十五 六七五八 五九六十六一 六六六三 六九七十七七 黑痴七七目痴肯定有 况且黑痴还有挡 这里一带一带潜力 而白痴呢 十十一十二十三 这里点的很多 应该二十五 点十二目痴 应该还是非常多了 二十五 三十三一三二 三十五 这算黑痴吃一下 三七三八 三九四一 四二四三 五十五六七 五十八 五十五十八 五十九 而黑痴已经是有七十多目 白痴有五十八九目 那这期黑痴盘十五到盘二十的优势应该说是肯定有的 黑痴刚才我们点一下七七七七十七目再加这里厚 而白痴才五十八九目 这个时候应该说是黑痴的优势非常明显 当时也觉得这盘棋应该说是问题不大了 下到车 而且很简单 很简明 但没想到后面还是发生了故事 白痴班战 其实班战的价值不一定有这个档大 或者此时黑痴把这个吃了也可以 吃了也很简明 黑痴吃这个 这是其实黑痴只要怎么解明怎么下就可以了 问题不大了 实战黑痴挡这个 确实这个班战价值没有等 我觉得依然在拉开差距 实战这里就发生了一个故事 白痴走了这个 我当时觉得这个确实本身价值非常大 也下得非常快 所以就把这个搬了 这一招其实确实太随手了 下完以后我定睛一看 就发现中间要出问题 其实这出问题特别简单 白痴这里一点 有这样的一个手段 黑痴走这个 白痴一段 黑痴走这个 白痴一粘 白痴一粘以后 这个黑痴联络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这时黑痴之前还有这样一个交换 有了这个交换以后几乎是无法突围 这白痴随便围一个黑痴就不行了 果然我想这个其实不难 尤其对方这么仔细的一个对手 这么冷静的对手 肯定能发现 果然几分钟以后 对方想了几分钟以后 确认了答案 马上出手 一点 瞬间就冷汗下起来了 说到这里 我们正好可以谈一下 佛胜辈这个赛制 我们刚才讲过 他第一台是职业台 二到五台是业余台 而且他总共是有32支队伍参赛 总共下五轮 那就等于要想拿冠军的话 必须是五盘及拳影 不能有任何失守 而作为那个上海清一队 其实参加了很多次比赛 拿过冠军 第二第三第四名都拿过 应该说和中国台湾的各支队伍的实力 还是非常接近 而我们这一盘棋 赢战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的实力 我们刚才也提到过 又有赖户大树这样的职业台词 还有赵慧莲这样在女子棋手 他下业余台 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所以这盘棋 我想一旦如果 因为我输了 而且因为这样的一个失误输了 肯定还是非常懊悔的 这个还是一个团体赛的魅力 可能在个人的赛中 这一盘棋输了 自己比较后悔就算了 难受肯定难受 但在团体赛中 这样一盘棋 尤其一下团体的成绩 那就更难受了 所以当时打完这一勺以后 其实对自己还是非常的后悔吧 就还好 时间还是非常多的 当时这盘棋 因为前面下的比较快 也花了大概十多分钟 让自己冷静下来 再看看有没有机会 好的 我们回到棋盘中 白棋一点以后 黑棋现在很显然 要全部连回 几乎就不可能了 那现在这个时候 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那就止损 怎么样损失更小一点 首先这个时候 肯定不能在丧尸里 走这个 走这个白棋一段 刚才我们摆的一个变化 这样几乎就是 黑棋什么都拿不着 考虑的首先是考虑的 这个变化 如果这么下的话 这实地的损失 这里也损失了 50 11 15 16 33 37 39 41 42 将近损失了 50木起 黑棋要靠这里 通过这里的攻击 除非把这全吃了 把这一块全吃了 才有50木 但实际上并不现实 白棋只需要跳回 这黑棋很有可能 什么都拿不着 那这个图首先是要被拼出的 考虑再三之下 决定先把这个贴回 白棋走这个 黑棋依然不能走这个 走这被白棋冲 黑棋小尖 小尖意思是白棋你如果冲 我走这个 你如果沾 你想全吃我的话 我这里可以得到一些补偿 这边上的一些补偿 尽管也微乎其微 但比刚才那个图 死50木那个图 肯定要好一点 实际上白棋显然也看到 这个图先挤好手 那黑棋沾 白棋一段 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当然这个转换是要打引号的 黑棋吃到了五木起都不到 对吧 而白棋 12345678 9011 222325627 28 将近得了30木起 所以这一代黑棋亏损非常严重 而下成这样的话 其实已经是白棋完全逆转极面 这个时候甚至白棋盘面都要优势 黑棋实战 但这次没办法 还是得下 这个打吃 先制造点头绪 随后先必须要把这块困围住 这黑棋是必须要抢到先手 走到这个的 如果走不到这个的话 被白棋下来 黑棋没有任何争胜的地方 黑棋先在这 先火中取离盘了一下 白棋挡 其实这个挡 白棋完全可以下来 只有十多木起的价值 可能白棋是认为 黑棋是围这和白棋走 这也是一个建核 黑棋先提节 这个是先要提节 提节以后有这个班 木数很大 其实当时的心情 还是很绝望的 因为对于日本骑手来说 他这种将优势 优势转化为盛时 一直是日本骑手的一个强项 这白棋打吃也下来很简明 最后一搬 再一会 双 这招招步步为营吧 但其实白棋这手可以考虑贴 因为对中间这个班处 有这样的一个借用 但实际上他肯定觉得这棋应该是 只要不出问题就应该已经赢了 确实这棋应该盘面差不多的棋 走 黑棋围 这总是围上一点 试一点吧 白棋掉 黑棋其实应该考虑这个 这个可能变化更多一点 白棋掉是好棋 但接下来不有点缓 白棋要把这下卡掉 这个木树要好不少 黑棋如果 随后白棋再按时 再把这个搬了 实际上白棋单搬 被黑棋在这搬一下 木树损失不小 黑棋之前也应该把这下搬掉 在劣势的情况下就是这样 其实我们也可以跟日本的业余棋手 学到很多东西 日本的棋手在劣势的情况下 首先下得非常冷静 而现在在这盘棋 其实一直顺风满发的情况下 突然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失误以后 首先要求自己做到的 还是要冷静一下 越关键的棋越要冷静 而在这个局面 其实变化并不已经很多了 只能耐心的寻找 每一种逆转的可能性 好 我们回到棋盘中 实际上黑棋搬了一下以后 这棋形势有所接近 但还是劣势 黑棋还是要找任何一次 可能获胜的机会 而作为黑棋来讲 这下肯定是想要搬掉 实际上黑棋靠 白棋虎 黑棋先要冲一下 这个打掉了 靠 这是白棋又出现了一个失误 那就这个时候 白棋这个太消了 这次白棋无论如何 打吃这个 打吃这个黑棋 白棋转换也可以 即使不转换 就把这个沾上 黑棋提 白棋虎 再走这个 这黑棋也很难受 黑棋如果收住这个空 白棋打吃 黑棋沾上 这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 记住一下这个图 随后我们和实战比较一下 实战白棋选择走这个 黑棋长 这一代 白棋如果算虎 黑棋打吃的话 黑棋几乎增长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七木棋 而白棋这里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被黑棋一长 几乎就没有木 然后被一段 还要忍受这一下 如果打吃这个的话 已经损了 这又差了一木 所以白棋这里 将近亏了三木棋左右 在这一代 这三木棋一收的话 这棋已经是有点细了 但还是白棋 稍稍优势的局面 白棋把这个提了 这个时候黑棋有点后悔 之前没有搬掉 当时可能是出于一个 劣势的局面 还是想不着急 这下总是我的 而且搬的话 其实有点担心 这棋的结才不够 有点担心被白棋撑住 所以一直没有走 等到被白棋提的时候 发现这棋没法退了 一退了 这棋还是要输 黑棋小接 走 一截 这截黑棋必须要撑住 但这棋 其实白棋的结材是有利的 白棋把这个爬了 把白棋先搬了这个 这 把这棋 这双方进行了一个结针 应该说这个时候 从对方的一个 下棋的一个招法来看 他应该还是觉得 要小胜一点 下得非常的稳 白棋提 那只冲 把这走 那只踢 其实这时的胜负 已经是很接近了 白棋搬张又是一步还手 这个结 其实白棋应该咬咬牙 把这个黑棋给打回去 像比如说找这种断的结 或断这个都是结 应该想办法把黑棋打回去 而实际上走完这个 搬张完 黑棋一搬 这时白棋发现 这棋并没有想象中赢这么多 退的话是肯定输 这棋已经很细了 由于白棋在这一带的 这一带的两处失误 这棋可能已经是 也就是盘面六七目的样子 很细 如果这是再退让的话 肯定输了 白棋打湿 黑棋 即使白棋提到黑棋 毁这里插不起两目 所以白棋也拼了 找这个提结 但与其先打这个结 压力要大很多 为什么不早点 就之前悠然 比较从容的时候 可以先找这种都是结 但现在的话 这些都不是结了 但白棋这时候 打击依然体现了 对手的一种强烈的胜负感 黑棋挤 这 有一些形式吃紧 黑棋肯定不能找这种结 这种结的话 肯定就一下子找完就输了 白棋断 这黑棋也不能削 黑棋肯被白棋这一爬或者一吃 黑棋脚上气都刹不过 这两枚都是白棋必然的结材 黑棋断 这是特别舒服这个结找的 白棋不肯窥目 先走这个 沾 黑棋提 白棋一打吃 这两个都是特别舒服的结材 这吃到一下已经便宜了一幕吃 否则被白棋鼓住的话 这有了这个子将来还要补一个 已经便宜了 这局面应该说越来越细了 可能白棋还是应该吃这个 吃这个稍微好一点 但他可能还是觉得不肯 白棋挖 这个结黑棋发现实在打不过 不可能有结 白棋还有冲之类的结材 白棋把这两幕去撑住 不过黑棋也弥补了之前的一个损失 弥补了之前没有斑的损失 一沾 依然是盘很细的局面 白棋走这个 其实白棋如果觉得形势差的话 完全可以考虑做这个 把这个黑棋给打回去 这个结黑棋也打不过 实际上白棋沾应该说是一个胜利的宣言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他形势判断应该是有些问题 沾的话其实黑棋把这个抢了 应该我觉得这起已经是要逆转 可能是黑棋硬半幕要看单截 可能是黑棋硬半幕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实际上这个黑棋沾这个是有想法 是黑棋有一个图谋 但这个图谋的可能概率实在太小了 本身走这个应该说 因为是贴六木板 这棋应该是特别特别的细 白棋挤这个 这棺子好爽 不要先打 先打这下就挤不着了 黑棋只能粘这个 白棋把这下挤掉 一起粘 把这打吃 这几下白棋都在剪汁 这都没问题 走这个 现在这个价值是三木棋 白棋走之前 无论如何应该把这下给搬了 这样的话白棋已经胜定了 实际上白棋团了以后 给了黑棋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机会 也是黑棋抢了这个关子的一个原因所在吧 这个关子的价值肯定不如这个大 这个特别看得清楚的 有将来黑棋打白棋算张单 有1234 将近有五木棋的价值 而这个其中三有三分之一木 当时觉得不抢这个还是要输 最主要原因是黑棋是希望赌到这个 走打吃 做一个 要把白棋给打回去 这如果打回去便宜 一有三分之一木 而且这个是逆收的 但这个其实从道理上讲 白棋黑棋并不理智 白棋因为白棋随时可以扳掉 白棋可以断了打吃掉 这个随时没有问题 这个毕竟是赌别人一个犯错 还是应该尝这个 这个可能 因为当时黑棋已经有胜望了 并不值得去这样拼一下 但从实战结果来看 这确实拼到了 这个时候白棋就面临一个选择 如果白棋忍耐的话 这将是一盘单截定胜负的半目胜负 而白棋实战不肯打结 一打结这棋就又有了变数 这个黑棋就显然之不断的好处了 这一断的话 这个白棋就面临了一个特别痛苦 黑棋当时粘的一个用意就发现 这一下子多了很多枚结材 实战提 实战白棋这个打吃已经有点晕了 它是希望转换 但黑棋可以团住 这步棋没有任何意义 白棋走这个 黑棋在提 依然是个警戒 然后白棋这时下出了一部败招 白棋这步是败招 冲爪接着败招 白只能粘 这个时候只能认亏 让黑棋便宜这点 随后黑棋估计把这个粘回 这将是一盘特别细的棋 估计是一个单截定胜负的半目胜负 黑棋可能是单截会比较吃力一点 实战白棋一冲以后 没有注意 其实这时电脑也没有发现 黑棋有这部长的好手 黑棋不是先开截 也不是硬截 而是先长 长的用意是什么呢 制造结材 白棋如果单提的话 这是如果提截的话 黑棋拐 白棋一粘 黑棋再一冲 然后白棋冲 黑棋就把这个提回来 白棋黑棋就挡住 这样的话白棋要输 这里的收获太大了 实战白棋没有办法 只能咬牙粘上 粘上的话 黑棋终于抓住机会 图穷避现 把这个提了 白棋提截 黑棋一断 这个截太厉害了 白棋让提 打吃 黑棋吃 粘 黑棋扩大截针 白棋提 黑棋就挡截 这形成了一截爆的局面 白棋提 这个转化 几乎就是不成比例 黑棋把这个提了 然后白棋冲下 黑棋把这个关子收了 这里白棋 这里和这里的收获 显然比不上 黑棋这里的巨大的收获 这个战斗 黑棋便宜的估计有15亩起 这完全就可以 逆转了一个局面 应该说 这盘棋还是非常激烈的一盘棋 总算是在最后的时候 完成了一个逆转 也凭借这盘棋 我们以3比2战胜了日本队 继续向下一轮的挺进 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 收看这期的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